一号选手准备好了 开始 各位评委大家好 那么我的项目是同城旅游网 我的目标是把同城旅游网 做成中国来自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旅游超市 让所有的旅游者和旅游供应商 能够直接的在这个平台上进行交流和交易 来减少双方的交易成本 那么关于这项目呢 我想用下面四个问题来进行说明 第一个是 为什么能赚钱 很简单 因为我们已经帮助客户赚到了钱 在我们的平台上面呢 有四万家旅游企业 那么很多旅游企业呢 都通过这个平台找到了自己的合作伙伴 那么所以呢 现在我们有收费会员呢 有接近四千家 这是第一 第二呢是 能赚多少钱 那么04年的时候 我们网站的营收呢 是30万 05年呢 我们网站的营收是300万 今年我们的目标是800到1000万 目前呢 已经完成了50% 那我想如果有VC介入的话呢 我们的目标是到08年 做到一个亿 那么第三个问题是 为什么是我们 那么我想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团队 我们的团队对旅游行业的热爱 那么还有呢 就是团队中间的四个人 有三个人呢 都是大学同学 还有一个是任何老师 我们算上应该已经相识有12年了 那么当然还有一点原因是因为我们三年来在这行业里面已经建立了一定的进入障碍和壁垒 也建立了品牌重诚度 最后一个问题是 能赚多长时间 那么 2005年中国旅游业的总收入是7600亿人民币 那么每年呢将以10%的速度增加 到2020年的时候 整个中国的旅游收入达到2.5万亿人民币 那么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市场 也是一个值得我和我的团队用一辈子的时间去做的一件事情 谢谢 哇 谢谢 提前十秒完成 好 现在有请三位评委发问 我想问一下 您那个创业有多少时间了 这个公司 三年多的时间 那么现在每个月的话 你们是盈利了吗 我们从创业的第一天开始就在盈利 那你要风险投资干嘛呢 我们希望能够有维持进来以后 第一呢 我们能够获得一笔资金 能够让我们的平台能够很快的再上一个台阶 第二呢 我们需要获得更好的管理的方式和管理的这种架构 如果没弄错的话 你曾经在阿里巴巴做过 对不对 是不是从那边学到了很多一些招 而且你现在一些做法和那边过去做法有什么不同呢 非常感谢熊老师 也非常感谢马总四年之前呢 把我从阿里巴巴赶了出来 其实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就说这个马总也没记得 其实从阿里巴巴里面出来的每一个人 从阿里巴巴带走的绝不是阿里巴巴的商业的模式 因为阿里巴巴商业模式所有人都知道 带走的是阿里巴巴的价值观和阿里巴巴创业的激情 好 好 马总请 恭喜你啊 那个你们现在有多少人还有你们四个人这个大学同学的这个分工是怎么样 以及你是怎么样像阿里巴巴一样把自己的价值观传递给所有员工 我们现在呢有80名员工 然后我们这个四个人呢 有三个是同班同学学的都是一个专业 那么一个呢是大学任何老师 应该说从这个创业的这个团队的基础上面来讲是比较薄弱的 因为大家全部是一个知识面 但我认为我们三连走过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 我们在最早的时候只有四个人的时候 我们就建立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相互形成的一种机制 从我和我们四个人开始做起 就建立了比较好的价值观的一个体系 你们怎么做呢 比如说从创业的第一天到今天到今天 每一个人的每天的工作的心得 我们都会把它发在自己的内望里边 每天我今天做了什么 我明天准备做什么 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一个程序 但是我每天都这样做 OK 好 无一有请 首先我觉得你刚才回答问题的时候 有这个擦马云皮鞋之嫌 让他听得心花怒放 带走了阿里巴巴的精神 帮他做广告 那我要问的问题呢 其实比较简单 你们是四个人是朋友 三个人是大学同学 一个是老师 是吗 你们大家是非常好的朋友 对吗 你们经常吵架吗 经常吵架 我们四个人应该说性格也有不一样 然后个人的感兴趣的点也不一样 现在学的都是一个专业 那我们是很有个约定 就是说当我们吵得最 最吵得非常激烈的时候 那我们有一个约定 最后有一个人拍板 然后一个人说了算 好 谢谢你 你们四个同学 凭什么你是CEO 你凭什么去领导他们呢 可能这一次在长期的 这个战略当中 形成的一些品质 大家觉得我来做这个岗位更合适 也就是不是第一天你就是CEO 是到这么四年来的这个斗争结果 你变成CEO 是我把他们三个人全部都拉下了水 然后捆到了一起 那么他们说 那么就由你先来做 试试看 那么在做的过程中间 虽然有很多的争吵 但是我们发现基本上 可能由于接受的一些 过去的工作背景的一些熏陶 那么能够把这个架构 基本上做起来 你刚才谈的当然非常激动人心 那么你觉得现在的话 你在这个市场上有多大的规模 你的市场份额有多大 而且在五年后 你的市场规模 你的份额有多大 我把我们这个分成两个市场 第一个是B2B市场 在B2B市场里面 旅游的B2B市场里面 我们现在已经是第一名 并且已经比较稳固的占有了 第一名的这么一个位置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希望通过VC的介入 能够让我们进入B2C这个市场 因为我刚才跟大家描述的 这个前景实际上是 整个中国在线旅游的深入 那是跟B2C有关的 跟我们现在B2B有关联 但是是一个建立的关联 所以呢我们希望呢 就是说进入这个B2C市场 而在B2C市场里面 我们目前市场的这个位置 还是比较低的 我们现在处于处在 应该叫深蛙洞 广积梁缓称王的这个阶段 你80个员工跟协程啊 这个其他的几家竞争者的区别是什么 你是80个 他们可能是200个或者500个 其实协程网其实是 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公司了 那我们呢 这个模式是这样子的 就是协程网它的盈利的增加 必须要再增加它的 call center的这个作息 它可能每年要增加1000个作息 而我们呢 我们是一个平台 我不负责客户的具体的预定酒店 客户的预定酒店和安排旅游 都是在网上进行 由我的会员来提供这个服务 所以说呢 也许我的这个交易 通过平台的交易量增加 会增加很多 但是呢 我的员工不一定要增加很多 你们现在这个四位 还是公司主要领导是吧 对 当目前还是 对 你能刻 包括你自己 你能客观的评价一下 你们这四位的优缺点吗 先是我自己吧 我的优点呢 就是 有 有激情 然后呢 大家看我总是笑容满面 虽然今天的考官 我觉得已经 我已经心理压力很大了 永远把笑容挂在脸上 享受比赛 享受创业 那么我们 第二位同事 就是刚才那个画面上面 跟我一起 在那个宿舍的这个 宿舍的这个铺上面 造的了一张像 他是我们的这个CTO 他呢 是这个 学的也是专业 其实也不是 不是这个技术出身 但是呢 能够对这个技术 有一种痴迷 有非常痴迷的这种思维 我们另外一位呢 是 这个 有过一段的国外的经历 那么在这个 财务方面 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公司的 就是运营方面 有一定的特长 缺点呢 是 决断能力不够 那么 还有呢 是我们当时的老师 那么他的这个 也是一个博士 那他的宏观的这个面 把握得非常的准 那我们把他叫成CIO 他现在就在做我们这个 B2C的平台 你自己的缺点呢 你没说 我的缺点呢 就是 对 素质不敏感 对财务方面不敏感 嗯 嗯 谢谢观看